那么在昨天所学的知识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学习的是 scrape redis 它的dmoz这样一个partum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dmoz这个partum呢 它和我们之前写的partum本身 spider本身呢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cruise spider 或者是scrape spider 没有任何区别 那我们的区别就在setting里面 setting里面 它这个地方指定的一个去虫类 掉入器的类 以及末日的情况下 开启一个redis pipeline 当然这个呢 我们可以开启它 也可以不开启它 都是可以的 同时呢 我们还需要给它指定一个redis url地址 相当于告诉我们程序 我们到底用哪个地方的redis 那把这个几个呢 信息放到配置文件之后呢 就能够实现的效果 就是把我们dmoz这样的程序呢 变成一个资料式partum 变成一个 断练器partum 这样的partum 对不对 能够起到持久化的效果 那么今天接下来呢 我们在来学习什么呢 我们来学习 scrape redis 提供的另外一个demo spider 就是myspider redis 这样一个partum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这个partum 是通过什么方式 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了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和我们之前写的partum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 是不是继承的负类不一样呢 这个地方它继承字redis spider 对不对 继承字redis spider 那么之前我们写的partum 要么是继承字cruise spider 要么是继承字scrape spider 对不对 两个地方不一样 那么看一下下面这个地方 有个name 这个name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partum的名字 我们到处起动partum 需要通过来起动 这下面多了一个东西 叫redis key 对吧 redis key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有个注释 我们来看一下 read URL from redis key 这个redis key 对应的就是一个redis的列表 redis中一个列表 我们spider就开始 启动起来的时候 它会从redis中 读这个键 对应的值 这是redis中一个键 对应的值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如果有一天 我们把这个partum 送起来之后 partum是不会密码开始起动的 是不会密码开始抓数据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 由于没有死到的URG值 它是抓不了的 所以说呢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在这等待 等待什么呢 等待redis 这个键里面 出现URG值 一旦当redis的对应的URG值里面 出现URG值之后呢 它就会把它拿到 然后去请求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这样一个redis spider 这个partum是什么样的partum呢 它就是一个分布式的partum 能帮助我们实现 分布式partum功能 什么功能呢 就是多台电脑 或者多个服务器 同时一起帮助我们 完成一个项目 这样的需求 那它就是怎么实现的呢 首先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URG值 它并没有直接密码放到代码里面 而是放到了redis里面 这个键对应的值里面 对吧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个问题 之前我们有一个redis 有一个startUR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就在这个地方是个列表 后续如果说 我们要实现一个分布式partum 那肯定我们每个服务器上 都得有代码 这才能跑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 由于在这里 我到时候把我们这套代码 放到每代服务器上 都放一套 那么带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每个服务器上的代码里面 都会有startUR记者 那么它从其中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去抓取 startUR里面的这个UR记者呀 那么这会造成什么现象呢 是不是他们最开始 抓那个UR记者都是一样的呀 最开始抓那个UR记者 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就重复了呀 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免 这个重复呀 所以说它在代码里面 就不再使用我们之前 直接接受到的startUR记者 而现在使用了什么呢 改成的rediskate 那到时候每台电脑上的代码上面呢 对的都是这个rediskate 那么他们都会去从redisk里面 读对应的这个键里面的UR记者 但是呢 它读到的时候呢 这个操作是一个破破的操作 破破的意思就是读到就把它删了 意思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服务器 或者只有一台电脑 能够读到这个UR记者 它读到之后 其他所有的电脑 都读到这个startUR了 这样是不是就能避免 所有电脑同时都抓一样的startUR记者 这样一个情况呀 那这个时候可能同意一个问题 你只有一台电脑能够读到startUR记者 那我其他电脑干啥呢 干等着吗 确实刚开始的时候就干等着 它等什么呢 等什么呀 是不是等对念呀 当我们redisk里面 带patch的request对念 里面出现request对象的时候呢 其他的服务器 其他的电脑 都会通通的都从其他的 都从这个redisk里面的request对念门里面 读这个request对象出来 去发动请求 获取响应 当然理解这个思考完了 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把我们这套代码 放到我们10台服务箱 假设就是10台 10台服务箱之后呢 我们把程序启动起来 那么所有的电脑上的这样一个程序呢 都会处于一种就序的状态 就序的状态就是什么状态 就是在读redisk里面 这个键对于URG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呢 我们会往redisk的一个键呢 里面push一条URG 那push了之后呢 会有一台电脑 最开始最先读到这个URG 读到之后呢 其他的电脑就读不到这个styleURG 那么这个电脑读到这个styleURG 之后呢 它会去发动请求 然后呢 获取到响应 在spider中 它会去构造请求 那么这些请求呢 都会放到对应的redisk中的 带push的require对面里面去 对吧 那么剩下几台电脑了 这个时候才会开始工作 才会从redisk里面的 带push的require对象里面的 读require对象出来 然后呢 去发动请求 进行后面的事情 另外把这个思路 那么 这是另外一个不一样 刚刚我们说的第一个不一样 是redisk spider 其实它负力不一样了 第二个不一样 是redisk 对吧 那么这三个不一样 好像是下面这些头内容 对吧 下面这些头内容是 一个init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干什么呢 它这里写的就是 写的非常清楚 动态的定义 allow domain 列表 是不是干这个事情啊 还记得吧 之前我们的盘路这里 是不是会有allow domain啊 allow的 domain 这是个列表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它定了个这样的方法 帮我们动态的创建 这样一个allow domain列表 它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它是从kx里面 破破的一个domain出来 kx 就是新兴的方式来接收 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一个 既能的形式啊 然后它破破了一个domain 就把个件打出来了 它对了一个值 就接着 传到domain这里来 对不对 这个domain 那如果说 里面没有domain的时候 那这个domain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后面的 这样空字不串啊 这里面肯定有个结果 它把这个结果呢 进行了一次split split之后 是不是变成列表了呀 列表 然后就能filter这个方法 因为filter这个方法 现在是干什么呢 把列表中的 每一个元素 挨个的应用于 前面这个 弹数或者方法 对不对 是不是做这样的操作 但是这里是个难值 意味着什么呢 它并不会进行 这次应用 或者并不会进行 前面这次操作 那么得到结果呢 依然是 之前 domain sprint之后的 这个结果 相当于一个列表 大家后续呢 下课之后 可以在这里 来打赢一下这个domain 你打赢一下domain之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domain它又是空的 这个地方 它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相当于在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动态 创建aloudmin这个效果呢 其实是没有的 然后呢 后面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干什么 相当于继承了一下 负类的 initon方法 对不对 不然如果不写这一行的话呢 是不是它就会把负类的 initon方法给覆盖掉呀 那可能在负类里面呢 它有一些 overlet操作 在initon里面 不能把它覆盖掉 那么就需要 停下这样一行代码 这张代码呢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使用super关键字 对吧 然后刚刚init 那这个事情做了事情 动态帮我们创建 但是呢 我们可以发现 它其实效果好像 不是特别明显 不是明显的时候呢 当如果或者说 不想额外在这里 花时间去理解它的情况 可以怎么办呢 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把它注视起来 我们和之前一样 在我们的成绩里面 写一个老头名 就完事了 明白吗 我们自己 允许它爬什么域名 比如说我们要爬 jindon.com 我们这边写 吉利.com就可以了 我们还要让它爬什么呢 p 还要让它爬p.3.cn 我们即将写到这就好了 这是它允许排泄的范围 我们并没有必要 非要让它自动的创建 我们也可以手动指定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当我们手动指定 额外扭名的时候 当前这个爬虫 和我们之前的爬虫 区别在哪呢 一个之前的flip不一样 一个是rediskate多了 就两个区别 对吧 我们看一下下面 这个plus函数 对不对 这个plus函数 最开始的时候 它肯定会处理 我们style.org对它响应 对不对 它反过一个数据 就这样一个字典 对不对 这样一个字典 反过到pip.9里面去 pip.9里面添加这两个键 然后呢 就没有了 对吧 和之前写的爬虫 是差不多的 除了那两个地方区别的 进入了fully 然后呢 我们rediskate不一样 之外呢 其他都是一样 然后呢 它只有 只是修了这两个地方 就可以干什么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分布式 爬虫的效果 那么关于这个效果的演示呢 我们等一下 我写个程序 我们写完这个程序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程序上面的 代码给写完整 写完整之后呢 我会把这样一个程序 发给大家 然后呢 我们一起 打个自己的电脑 然后大家先点到 我的redisk上面去 然后之后呢 我在我的redisk里面 不是一个URG 大家会看到 大家电脑上的这个爬虫呢 都会 刷刷刷 都跑起来 就这样一个效果 这是一个分布式的效果 对吧 就相当于大家 每一台电脑都是一个服务器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写的这个爬虫呢 就是这样一个爬虫 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抓过京东 对吧 现在我们还要抓当当 那抓当当 抓什么呢 就是抓到图书的信息 抓图书的什么信息呢 就要抓到图书的 和之间都差不多 也是大分类 小分类 小分类URG纸 图书的名称 作者 出版社 价格 等等这些信息 图片等等这些信息 URG纸在哪呢 就是当当的 那个图书的URG纸 URG纸在这个地方 没网 好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这个网页 好吗 这些的京东 是不是不太一样呀 我们之前京东非常直接 那个页面 就是一大分类 小分类 但在目前这个地方 当当网这个地方 它分类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边呀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分类 它的分类呢 好像和我们之间 新的分类有些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教育 这个分类 它是不是分了三类呀 这教育是最大的分类 这是中间这个分类 这是小分类 对不对 但是呢 所以代码的原理 和我们之间 新的原理是不是一样的呀 只不过多分一组而已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按照 大分类进行分组 再按照中间进行分类 进行分组 中间分类分组 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按照小分类进行分组 或者小分类就要进行分组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不是到达这样一个 涅表页的呀 这是不是涅表页呀 在涅表页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能转 这个是涅表上数据的呀 看明白了吧 比如说价格好像是有的 对不对 那当然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创建一个项目 那么项目呢 我们就以之前 昨天的时候呢 我们写在京东那个项目 在上面呢 就昨天写在京东这个盘中 对吧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再写这个当中的盘中 相当一个项目里面 有多个盘中 那么我们先cd过去 那么scribe已经spider对吧 然后主创建的和之前一样 我们先创建一个盘中 然后把它进入这个flate 以及style.ur地址给改了 就可以了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叫它当当 那域名呢 就叫当当.com对不对 域名就是这个当当.com 那创建好这个盘中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多了这样一个盘中呀 那么下面要做的一部事情 是什么呀 是不是要确定它的style.ur地址是哪个呀 style.ur地址能做 能把它作为style.ur地址吗 怎么判断它能不能作为style.ur地址呀 看响应对吧 看响应是否包含有这些大分类 小分类 中间分类这些信息 那么首先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的element入手 对吧 我们打开检查 然后呢 我们使用选择工具 点一下 点一下这个地方的教育 比如我们点一下教育 找一下它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这每个DIV都是一个 大分类对不对 这是大分类 这是大分类 这是大分类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它是在一个class叫 C1FL code玻璃里面 那么对应呢 我们搜一下这个想法里面 有没有这个class 我们发现是不是有的呀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这个class的呀 然后在下面呢 每一个大分类是个class never1对不对 那么再看一下 这是不是classnever1的 然后接着我们看 这是dt 下面直接是这个内容 我们再找一个classnever1的 去找一下 我们直接搜一下 我们看到这里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教育 对不对 classnever1 这下面是它的大分类对吧 这是个大分类呀 那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never1 再往下找一个 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也是个never1对不对 这个分类呢是什么 电子书 网络文学 右头器 这个dt下面为什么有三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它下面本来就有三个 这三个是不是都是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 这个地方那种 考验号之前那种有些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dt下面有个A标签 前面我们是不是没有A标签呀 直接是dt下面的文本 比如说这个教育是不是 大分类的名字对不对 dt下面的文本 但是下个呢 它是在A标签里面的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在写xbus的时候 我们要获取大分类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取到dt该怎么写呀 取到dt之后再该怎么写呀 是不是要杠杠呀 因为我们指一个杠的时候 是取不到这个A标签下面的文本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好像也是一样 首先它有个dt对吧 dt下面有个span 这里看见到 看到这里 这个element下面呢 它居然dt下面还有一个span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网友码里面 看到的是没有span的对吧 所以这个span 能写还是不能写呀 是不能写呀 对不对 span也是不能写的 然后这是这个样子 这相当于是我们大分类 大分类会到了 那中间flame和小flame在哪呢 对不对 我们把鼠标再看上去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看到它有变环 哪个地方在变呀 哪个地方在变呀 是不是style在变呀 看到吗 是不是这个db它style在变呀 我们展开看一下 里面有内容 展开 这里有这个弹中层 1235789 展开第一个 里面有个dt 这边有个特价对吧 然后这个dt是什么呢 dt是什么 一个a标签 a标签里面包含是啥呢 span 单独vip对吧 是不是就是这个大分类 这个小分类呀 看见了吗 是不是大分类小分类 是不是就这个内容呀 然后对应的 我们去看一下 uogs对的想意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 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inno.dl inno.dl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它的一个中间分类 看见了吗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个地方 它有个特价 或者网络文学 一个小说 文艺对不对 这个地方 我们刚看到 在它里面 是不是我们的特价呀 在它里面呢 应该毫无疑问 就是我们的网络文学 那么下面这个呢 应该就是文艺了 对吧 这个是小说 对吧 第三个是小说 我看一下 第三个小说 第四个就是文艺对吧 所以发现什么呢 这是每个dl 是不是一个中间分类呀 在中间分类 下面是不是 d里面是我们最小的一个分类呀 数据是这样子的 那对呢 我们去搜一下 uogs对的想 里面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 这地方有一个in的dl 对不对 in的dl 我们看一下 大家注意到 里面是不是没有span的呀 刚刚我们在uogs对的想 element里面 是不是看到 这个a标签中 一个span标签呀 但是真的想 里面是没有span标签的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是d7 什么a标签的文本 然后dd 是不是数据都拿到了呀 发现该有的 是不是都有呀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把它当作 我们的staruogs地址 对不对 当然呢 我们这里知道 我们把它做staruogs地址 还得改 改什么呢 首先进程中的full也不一样了 这是from sqlp redis.spader input什么呀 是不是redis.spader呀 那么 首先full也得改了 改了之后呢 我们的staruogs地址 不能有 这个要改成什么呀 改成我们的一个 redis key 对不对 redis key 这个对呢 指的是我们的sqlp取的 比如说我们就要叫当当 那对呢 到时候我们就往当当 这个键里面超过值 而对方的这个 而当我们程序呢 也会读当当这个键 所以这个键呢 不用特别的在意 它只是一个名字 我们随着取就行了 但是我们非常清楚 到时候我们肯定是把它 插到我们sqlp里面去 对吧 那么它插进去之后呢 它的响应是不是到这来了呀 那么现在response这个地方 我们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分组了呀 先分 大分类 再分小分类 对不对 所以写下注释 就是大分类 分组 那大分类在哪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分析过呀 大分类就在我们的这个地方的 neverone里面 对不对 每个neverone是不是一个大分类呀 它在class0 它下面 我们刚刚也看了 urg对的响应 那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class呀 所以我们直接写 这是一个div 我们进一个div list 对吧 等于什么呢 response 这叫xpass 对吧 然后呢 -div add class 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等于这个内名啊 对这个内名 它下面div是不是分组了呀 那这是大分类 是不是分完组了呀 那fordiv 便定它in div list 然后我们定一个item的一个字典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键了 添加什么键呢 叫做 比如说还是跟之前一样 叫做bcut 比较大分类的名字 那大分类的名字在哪呢 在div 叫xpass div.xpass 是不是在它下面呀 这里面有个dl 看见吗 dl里面是不是我们大分类的名字呀 dl 那我们就写一下 当天今天下的dl 对不对 dl下面是什么呢 dl下面是不是有一个dt呀 dt 注意这里有死败 我们有点几个想象是没有死败的呀 而且有的有a标签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起到dt 我们刚刚说怎么去呀 是不是杠杠呀 杠杠text 那杠杠text肯定会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中间肯定有换行符 类似这种符号会被取到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看到这个地方dt下面直接是文本 对不对 直接是文本 我们搜一下unodl 搜一下nev1 比如这个地方 这个dt和a标签中间的肯定是有 可能会有换行符 对不对 这换行符我们是看不见的 可能是有 那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干贯的话 肯定会有问题 对不对 而且这个地方肯定我们需要使用extract 不能使用extract first 对吧 那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把其中的换行符给它替换掉呀 那当然这个替换这个过程呢 我们可以放到pipeline里面去做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写pipeline 直接在这看一下效果 i.strip strip是不是去除两边的空白字符呀 那符i一应它 对不对 什么时候要这个i呢 当这个strip之后 它长度大力的时候 我们才要 是不是可以后面再判断一下呀 这个后面判断是为了干什么 大家能明白吗 是不是要避免某些空白字符 去把空白去了之后 变成了空字符串的呀 那这样列表里面 是不是多了一个空字符串啊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保证 像这种 经过strip之后 变成空字符串 这种字符串不会留下呀 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呀 那这是我们获取的大分类 大分类获取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干什么呀 中间分类分组对不对 是不是得中间分类分组的呀 那这个分组怎么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非常清楚 中间分类在这样一个 dl下面的div里面对不对 div里面是不是中间分类呀 这个div里面是不是有 这样一个dl class对应的dl这样一个类呀 这里面内容是不是每一个 都是中间分类呀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div下面 我们可以怎么取呢 是不是直接取它下面的div 杠杠dl就可以了呀 或者直接现在当性节点下 直接杠杠dl 是不是能取到它呀 是不是就能取到它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定一个dllist 也是一样的分组 那就是div.xvs对吧 就是当性节点下 div-dl addclass 等于interdl对不对 是不是interdl就取到这个dl了呀 取到这个dl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获取到的中间分类这个分组了 对不对 那分了组之后呢 我们应该配定它对吧 那for dl list 然后呢我们item听下内容了 听下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叫mcard 就是中间分类的名字 然后呢等于dl.xbus对吧 xbus怎么取呢 是不是大分中间分类在这个dt下面呀 就在dt下面呀 然后它就是可以这样写 就是当性节点下的dt 是不是这样 然后a标签的文本 是不是这样子呀 但是每个地方都有a标签吗 我们不确定 我们可以去搜一下 看幼儿指定的响应 dt这是在a标签下面的对不对 这个也是在a标签下面 这个也在a标签下面 这个也在a标签下面 这个都在a标签下面 这个dt下面这中间分呢 也是在这个a标签下面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 这个也是在 也是在a标签下面 对吧 我们看到这下面都是在a标签下面 所以我们这样可以这样写 对不对 如果我们发现有的内容 它并不在a标签下面的话呢 我们这里就得注意了 是不是还应该写个a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写在那个地方往往就可能 会导致我们取不到内容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取不到 看这个地方 dl class的1在dl下面 dd下面是不是没有a标签呀 是不是直接就这个文本呀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这里直接写a在这里 是求不到内容了 肯定求不到这个人去做家这个内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把a要把它删了 对不对 那a删了就出了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首先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能再写extract first了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写着extract呀 因为有可能这个地方 它会有换二符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换二符 对吧 换二符下面是这个 这个人去做家的名字 对不对 有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写extract 那之后呢 我们需要对它本身的做些操作 那比如说什么呢 它居然是个面表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之前这个操作 这些操作一模一样哈 就把这个地方改成mcard了就好了 然后mcard了之后呢 进行strm之后 它最终肯定会只剩下一个内容 看下内容之后 我们写定里格是不是就完事了呀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有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地方 如果说dt 中间有换文符 它取到结果 是不是只有一个呀 是不是只有一个呀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换文符 dt下面的文本 是不是永远只有一个呀 它换文符和人情作家 是不是在一起的呀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 其实是可以写extract first 那extract first 之后由于换文符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strip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strip呀 那下面这样画 是不是没有必要起来呀 itrip 加上这个内容之后呢 我们现在是获取的中间这个分类 对不对 中间分类过去完了之后 我们还在获取什么呀 是不是要获取这个小分类呀 那获取小分类怎么获取呢 是不是又在分组呀 就是小分类 分组 那这个小分类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个A标签下面呀 在这个DD下面的A标签下面 那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需要准备一个anist 对吧 等于什么呢 等于div.xbus 不是div 不是div 现在是dl了 等于当节点下的dd 对不对 是不是dd呀 刚刚我们取的dt 是这个中间分类 那么dd是小分类 对不对 dd下面的A标签 对吧 那就for a in anist 对吧 那就是我们添加小分类的u2g 叫sherf 以及小分类的名字 那就是a.xbus 这个非常好起来 对吧 就是当前节点下的什么呀 当节点下的什么呀 是不是adcurve呀 这curve完整吗 看一下 curve完整吗 是不是都是完整的呀 就小分类的u2g 我们往上看 是不是都是完整的呀 不需要我们补权哈 adcurve extract first 那么还需要小分类的什么呀 小分类的名字 对不对 咱们加一下a.xbus 当前节点下的 是不是它里面的一个text呀 或者叫title 是不是也可以啊 看一下title 都可以哈 text ext extract first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勾到请求了 对吧 勾到什么请求呢 小分类的u2g的请求 对不对 那就是判断一下 if item s curve is not 9 对不对 不会9的时候 我们勾到一个请求 yield squarep 带下的rrequest 然后呢 我们把curve传进去 对吧 传过来 然后呢 我们把call bug传过来 对不对 等于什么呢 self这儿 我们先给一个方法 叫parse book list 和这些一样哈 这是图书列表页的ur记者 对不对 小分类就是图书列表的ur记者 的第一页 对吧 是不是还要穿meta呀 想到meta 我们这里就要用什么呀 是不是要用tipcopy的呀 为什么要用tipcopy呢 因为这所有的小分类 中间分类是不是都共用到 这一个大分类呀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会后续有些问题哈 不是会有问题 就是会有问题 不是可能就是啊 这个地方item传过来 从来之后呢 我们这里定一个方法 parse book list response 拿过来 那么这个ur记者的响应 是不是 就是到这个response这里拿来呀 那首先 我们再把这个item给取一下 等于response.meta 取什么呢 取什么item 是不是取到了呀 取到之后呢 我们再做后面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现在相当于 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列表页来了 对不对 到列表页了 列表页了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得取 列表页上的数据啊 那列表的数据 再在这个ur记者的响应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得确定一下呀 所以我们也是仍然显示网约原码 显示网约原码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比如说这些书 我们看到这些书在哪 刚刚通过我们选的工具 我们发现了 是不是每个例表现好像是一本书呀 比如我们下翻一下 这是第一本书 这是第二本书对不对 每个例表现就是一本书对吧 它是在哪呢 它是在这个ur下面对不对 ur class一个b个img 那么搜一下b个img 看到在u2这个墙里面有没有 我发现是不是有的呀 这下面也是不是一个逆标签呀 这个逆标签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对不对 是不是到这结束了呀 那这个逆标签里面有什么数据呢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这里呢好像有这个什么呢 名字最起码有对不对 介绍是不是也有的呀 名字有介绍有 还有什么呢 价格有吗 价格好像是有30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30 是不是30块3呀 是有的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评价数量对不对 出版社 对吧是有的 author 统计大学数学系 这是作者呀 是不是也有呀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呢 图片没给围找的 图片在这儿看到吗 是不是有的呀 说明这些数据都是有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都然居然都有 那居然是不是和我们这个地方对应的内容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在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要获取什么呢 要获取一下这个数的图片 我们看一下数的图片 是不是包含在这个A标签下面的IMG下面呀 A标签是不是class.pac呀 看到吗 那么搜一下这个pac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A标签class.pac呀 它里面是不是包含在这个AMG呀 看到吗 然后这个地方A标签结束 对不对 这个地方A标签结束 里面包含在IMG 是不是一样的呀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直接写了 item 叫book img 等于什么呢 等于response的 Xpass 对吧 就是杠杠 还得先分组啊 没分组 是不是得分组呀 我们是不是得先按照这个 力标签进行分组呀 这个地方 那力标签先取这个URL 对不对 那Linist 等于 什么呢 response的Xpass对吧 杠杠 DIV artclass 等于 它 是不是等于它呀 是DIV 写错了不是DIV 是URL对吧 UL 然后它下面的力标签 然后这个地方 for the ininist 然后这里就是 li的Xpass对不对 DIV artclass等于什么呀 还记得吗 是不是pisc呀 pisc 它下面什么呢 img addsrc 是否取到了呀 在extract first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我们再去什么呢 拿到图了图片之后呢 我们再去拿一下图的名字 图的名字在哪呢 是不是这里个name呀 看一下嘛 一个p标签class 这个name 这个name 里面是不是有个a a的文本 或者a的title 是不是都是呀 我们搜一下响应里面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一个p标签class 对name 对不对 在这儿 看见了吗 它下面是不是有个a标签呀 在这儿 a标签的title 是不是就是呀 所以我们发现title是有的 对不对 那叫book 和之前的一样 就去name 就是need.xbus 就是当前 我没写错了 当前下面的 当前下面的什么呢 p标签 是不是当前下面的p标签呀 当前我们在这个页这里 页这里下面是不是就是p标签 class name 就这样 p标签 add class name 下面什么呢 add title 是不是去到了呀 在extract first 你再拿什么呢 再拿一下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detail detail这个是什么呀 是不是它的一个描述呀 图示简介 对不对 是不是在detail下面 就是在detail下面 对不对 所以可以直接取哈 叫book desc describe 描述 描述 chbus 就当前下的p标签 add class 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下面的文本 是不是 the extract first 对吧 取到了文本之后呢 我们再取 比如说price price 价格在这个p标签 class name price 然后这里的span标签 就是search not price search not price search not price 这个在里面有吗 我们也可以搜一下 是不是也有的呀 就这样的span 所以这个span呢 我们会直接取 对不对 那么item book price 等于 利点 xbus 怎么写啊 这个地方 杠杠是不是 因为它是span标签 对吧 add class 等于它 下面的什么样 文本是不是就是了呀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符号是什么符号啊 是不是人民币羊 那个符号啊 虽然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的是这种 html编码的格式 但是代码里面 我们拿了之后呢 就变成了正常的这个羊了 这是不影响的 在这个地方点extract first 拿到价格之后呢 我们再去取一下 取什么呢 这里还有 什么呢 这个比如说 评价数量 等大家想去的时候 自己可以取一下 在它下面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作者出版社的信息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里 所以第一个是不是 他这个作者呀 第一个司办是一个作者 第二个是发布日期 第三个是出版社 对不对 那有没有 诶 比如说这个地方 他有两个作者 我看两个作者是什么情况 两个作者是不是也在 第一个司办下面啊 看见了吗 这个司办下面 有两个A标签 是不是 有两个A标签啊 两个A标签 里面的文本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的内容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这样写 叫book author 等于什么 逆点X bus 就是当地点下 杠杠 什么呢 它是不是有个P标签 等于设计book author啊 这个P标签 其实并没有写杠杠 对不对 直接写一个杠就可以了 あるclass 等于它 下面的span1 对吧 是不是第一个span啊 下面的A标签 下面的文本 这是不是所有的作者呀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使用extract 而不能使用extract first 对不对 因为extract是拿一个列表 而extract first 直接取到第一个哈 拿到这样做了之后呢 我们再拿一下这个日期 日期是不是也在下面啊 是不是span2里面的文本啊 是不是在这儿啊 这是发布日期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行 稍微复制一下 改成book publish date 那这个地方就是span2的 对不对 这地方就没有这个A标签了 对吧 没有A标签是extract first 对吧 你再取一下什么呢 再取一下这个主板社 是不是span3下面啊 span3它是在A标签下面 对不对 是不是在A标签下面啊 A标签 那这里就需要一个A 对吧 文本 在extract first 是不是就像写的那样 所以当前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把这个 页面上的价格都给拿到了 数据给拿到了 那么刚刚呢 我们看到的是 在amns是这个样子 那urj对的响应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我们看一下 里面是不是有span的呀 我们看一下这个span search search不够author span下面一个A标签 我们看一下A标签在这结束 第一个span结束 对吧 第一个span结束 这是不是就是做着呀 第二个span 在这 对吧 在这 第三个span下面又是A标签 就是出版社 是不是在这结束呀 这是三个span标签 和我们刚刚看到的 是不是一样的呀 所以说我们刚刚写的chaps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到底没有问题 我们在这打印一下 跑下程序就可以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print一下item 那print item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尝试启动一下我们的爬中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里还没有写完 我们这里写了列表义的第一页 还没有翻页 对吧 那我们可以先跑一下程序看一下 到底就没有错误 有错误的话我们再改一下 所以说我们可以启动一下我们的程序 scribecrow 和其中方式和之前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先让爬出门就好了 爬上门就当当 对不对 我们取一下当当 当然当当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的 给清空掉 这个意思里面那种清空 清空之后呢 发现是空的对吧 始终一下程序 始终成序之后 大家看现象是这个样子的 他不跑 他就在这等着 等什么呢 这里一行提示 ready start your from redskate 当当 看见吧 表示他正在读 redskate里面 这个当当这个键对的值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给他干什么呢 插入一条数据 就是lpush lpush或者rpush mini非常简单 他就是干什么呀 往对这个键呢 里面插入一个 往对的这个键 这个列表里面插入一条 插入一条 插入一条字段 比如说我们叫当当 里面插入这个ur记者 当当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是列表呀 列表才有rpush 或者rpush 对不对 插入这个ur记者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看一下最开始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read1request from当当 对不对 那地方后来报了一个错误 我们看一下这个错误是什么 这个extract first写错了 对不对 40行对吧 是不是extract first写错了呀 40行 40 tr act 这地方对吧 这个地方也洗错了对吧 多了个r 这个地方也没洗错哈 这个地方 我们跑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内容 到底有没有缺失 但是我刚刚看见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个错误 瞬间出来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 刚开始跑的时候 刚开始跑的时候 这是不是有错误啊 reize cannot listen error can not listen to address already in use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 那个错误 这我们talent console 那个错误 他告诉我们talent console 已经被占用了对吧 这个原因可能就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强行的关闭了一下 我们的这个scrappy 他可能并没有真正的结束 而真的在对随里面都卡着了 都站住了 明白吗 虽然我们看起来他的天啊 但是他其实在对随里面了 还并没有往前退出 或者在后台并没有往前退出 所以就导致他站住了 但是这个并没有影响对吧 这只是一个额外的功能 要他或者不要他都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据 到底有没有缺失 首先他跑的是教育这一个 对不对 教育这一个 mcut是没有呀 mcut mcut是什么呀 中间分类 为什么中间分类没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中间分类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呀 strip 那说明这个地方 extract first 是不是还是拿到了第一个字符串啊 那说明是不是这样写 还是不行呀 那右的中间可能在某些地方呢 它是需要有什么的呢 是有换而扶的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跟上面一样把这个给改了 上面一样改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先去 变定一下他 对他每一个进行strip一下 然后呢 把strip之后代理的那个留下来 然后仍然在后面呢 写到第0个 这样子应该就好了 对不对 这样应该就好了哈 之前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 可能有个错误呢 因为在别的地方 它可能有个A标签 那么DT和A标签中间呢 可能包含有一个花上符 那么我们把花上符 起到之后strip 那肯定就是空白字符了 对吧 这个样子哈 URL地址是有的 小分类是有的 对吧 图片没有 这地方图片 为什么又没有呢 对不对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 是这个URL地址 对不对 这个书叫什么名啊 不和内容叫太语金牌入门 是不是就这个呀 第一个就是哈 我们看一下响应 为什么他没有 4F 泰语 金牌入门 我们看到这个SRC是有的呀 对不对 SRC 我们看到这是在这样一个 这个地方A标签 然后他里面每一本书呢 应该是在这样一个逆标签下面 逆标签下面 你写错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哈 不和image当机电线的 DIV class in PIC 写错了对吧 这是A标签class in PIC 对不对 是不是写错了呀 把DIV改成A是不是就好了呀 因为他就是在A标签下面 我写了DIV哈 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这是书的名字 然后呢 书的介绍也是有的 对吧 然后呢 图的价格是有的 作者有的 publish date有的 出版社是有的 是不是就这两个地方没有啊 我们刚刚改了一下 是不是应该就好了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清空掉 清空掉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URG插进去 这个URG我们先插或者后插 就都是一样的 到处来都会直接从中读URG出来 所以我们是先启动程序呢 还是先抓这个地址 都是可以的哈 那看一下现在是不是就有了呀 比如说这个中间分类是不是有了呀 还有图片 这个是有了对不对 但这个图片好像有问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 图片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个图片呢 我们去看一下哈 先看这个地址 我们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GMAT官方指南套装 官方指南GMAT 看一下网页嘛 搜一下 GMAT 什么呢 A标签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标签图片是这个地址 我取到了它 对不对 点击看一下 这什么图片呀 URN看见了吗 这个URG是什么呀 能看见这个小卷吗 这不是我的屏幕坏点啊 这不是大家的屏幕坏点 这就是这个图片啊 那可以看到真的图片在哪呢 真的图片是在这儿 看见吧 它里面有个DataOriginal 我们看一下DataOriginal 这是不是才是图片呀 所以我们要的其实是这个 而并不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得判断了 对吧 当我们拿到图片的地址是这个的时候 我们应该取什么呀 取它DataOriginal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取它呀 所以这里面我们还需要写个判断 对不对 ifitembook img 等等于什么呢 等等于我们刚刚写到这个时候 等点它那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什么呀 是不是重新获取一遍 就是个数据 叫做DataOriginal 就是在 这个名字 把它粘定过来 那是不是就好了呀 就是这个地方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就没有别的问题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没有别的问题了呀 那别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干什么呢 我们下面就把翻页这个地方写好 翻页这个地方写好之后呢 然后把程序呢 给大家压缩一下 压缩给大家发过来 大家可以连到release里面 我们一起来跑一下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下个课的时候再做 我们先下个休息十分钟 那么下课之后呢 我们再做这个事情